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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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来教梅花 那梅花两种画法 一个是夹叶的画法 就是双勾的 那一个是直接用写液的 用颜色 那我们先就是清水淡清水调干的 刮干 稍稍沾一点点的进来 均匀一下 那这样的水分像今天下雨天只是含水很多 会比较暈所以稍微吸一下比较安全 那画梅花基本上尽量画跟实际的花朵一样的大小 好先画正面的 用小如意笔的话笔触比较不会呆板 如果用太小的笔画起来笔触有点太呆板 好这样子有粗细比较活 侧面 椭圆 椭圆 中间一个圆 这样子 这是侧面的 那比较多画这一种的啦 这两种是比较常常用到的 1,2,3,4,5 1,2,3,4,5 好,再来就是花苞 圈圆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再来就是花心 那花心就可以选择小笔 用这支小笔 花心用最浓的末 现在要画花心和花脱 就稍微了解一下宣植的性质 那下雨天它会比较晕 纸上含水很多 就是这样子 那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先下笔 因为这边可以涨的比较多没有关系 那这边需要比较安全的水分 一个圈 然后花蕊 随意的点 好 这里半个圈 只有在这个 这个是前面 这个是后面 只有在后面的话 那花粉很多 基本上常用的就是这两种 好 侧面看得到花脱 这个就看不见花脱 好 接下来是直接用211 HWC211洋红来画 我们画画的时候 颜色的笔 画花的笔 画叶子的笔 都要分开 好 这一支是小如意笔 先躺下来 调淡的 然后水分刮一下 粘浓的 那因为这个花朵是小小的 所以不会需要太多 比较精致就画圆圆的 1 2 3 4 5 那这个你觉得想要让它更圆 加在外面就好了 不要去里面加 就尽量跟原来的花朵一样的大小 稍微回来再沾点浓的 这一个 侧面 中间稍微这样圆圆的 侧面的 侧面 侧面 然后上面两个圆圆的 然后上面两个圆圆的 再来就是花包 花心再拿回来 小小笔 沾浓的 然后把花心再拿回来 沾浓的 小圓 最好是水分還是濕的時候來加 比較自然 那有的 比較喜歡色彩的話 這中間 可以先點一下 綠色 那我們這樣子的沒有加綠色的 比較 比較含蓄 就是屬於文人的畫法 那文人畫都是比較含蓄 並不需要太多的顏色 好這是我們花的部分 花的部分就是有雙鉤的 還有就是寫液的直接用顏色用寫的 這兩種 那現在接下來要來教樹枝 老幹新枝 好我們簡單的來搭配一下 整個小小的小瓶 用比較大一點的筆 畫葉子的這一支筆 沾清水 調淡的 沾少少的濃的 均勻一下 均勻一下 好 畫一支老樹幹 那 比較簡單的畫畫 我們先畫比較簡單的好了 就是從這個紙的一半以下 稍微有一點點改變方向 一支條末來畫一個樹幹 這樣子 然後繼續 把圓方向 一次條末來畫一個樹幹 一次條末來畫一個樹幹 然後繼續 好 然後把筆稍微整理一下 這是小張的紙 適合這樣子的畫法 畫法很多 以後有機會再來 試畫 好 現在是濃的 稍微修一下 通常下面我們要的是比較 寬一點點 而且這個老樹幹 我們會表現一點點 嗯 掉過的那個 樹幹的那個結 好 特別調蛋 因為這邊已經是蛋末了 看一下寬度 這邊給它虛掉就好了 調整一下末色 因為這邊已經變淡了 這邊末色蠻漂亮的 就適當的保留它原來的 漂亮的末色 好 來寫 我們換筆好了 換筆 花樹枝 可以換 大隻的牛耳筆 泡水 調蛋的 濃的 這圈子就是會這樣子 尤其是下雨天 它會 暈 沒關係 水墨畫 適當的讓它暈 來畫新枝 老幹搭配新枝 我們會選用 我們會選用 濃膜 然後 要出來的地方稍微轉一下 就是有一個轉的 轉方向 我們會選用 來畫新枝 我們會選用 我們會選用 的 我們會選用 我們的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让花长在适当的地方 漂亮的点几点就很好的 清水淡的 浓的 在适当的地方 侧面的 沾浓的 正面的 侧面 花苞 上面的 花的大小 尽量是 这个跟 实际的花的 大小差不多 这里最浓 有主题 有浓 有淡 好 这个地方 来加 来加一些 也可以画背面的 背面的 就是在这个树枝的后面 等一下 再加花拖 鲜水淡的 鲜水淡的 比肩浓的 那主题 主题是 这一 这个 这个地方 也还是 次要的 主题 好 旁边 不要太对称 一些还没开的 花包 好 刚刚 这个已经淡了 我这里来 再加一朵 好 现在淡淡的 旁边 稍微点缀一下 好 因为天气真的很潮湿 我已经把它吹干了 这个 吹干的末色就显得更清楚 这个是一个小品的作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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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